分手的時候有誰沒聽過 他不懂珍惜你 咬過了之後你就知道世界其實真的很大 但從來都沒人提過 其實真的很難咬 不經不覺呢 我已經自己住三年了 這條片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怎樣在三年之前 由另外一個關係去到變回自己一個住 在這幾年來我怎樣去重新認識自己 這樣就要說回我三年前開始 在這間一模一樣的房間裡 過了我一些很辛苦的時間 無論你本身是一個什麼關係跳出來 變回你自己一個住的時候 你會發現有很多自己不足的地方 例如對方收拾好一點 例如對方煮東西吃好一點 你的缺點是自己立刻浮出來 你自己敬意見到 完全不關你跟對方那段關係 是維持得好還是不好的事 你都會發現有一個角色是 missing了 原來我對爸爸媽媽是這麼依賴的 原來我對一個這麼不喜歡的人 我也是有依賴過他生活上面某些細節 第二樣我發現 當你自己一個住的時候 無論在工作上面 又或者是跟朋友吵架 又或者是在電梯口裡 遇到一個很奇怪的人 你自己在家被蟑螂嚇到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在家裡 你只有四根牆 沒有一個可以即時對話到的窗口 無論你之前多討厭那個前男朋友 家人也好 你的情緒是可以馬上告訴對方 所以第二樣我自己很快發現 就是有些情緒你需要自己去處理 第三個步驟就是 你要承認有些情緒 你自己無法處理 到你真的搞不定的時候 你就會開始看你的電話號碼 還在另一段關係的時候 自己有些情緒搞不定的時候 之前的優先選擇當然是一起住那個 但現在你就要開始跟你身邊的朋友說 喂我真的發生了有些事情 有些事情想跟你聊 你可不可以聽 要主動開口跟朋友說 我真的搞不定 我真的想跟你聊一下電話 你不如出來陪陪我 這件事你自己也要跟自己交易 就是你自己的自尊心 你可能在結婚或拍拖的時候 好日都不找人 但是到你真的分手的時候 你自己一個住 你就忽然想起他 他應該會明白你在發生什麼事 有時候也可能要道歉 到之後我就發現了 有一件事對我來說 是更難的事情 要自己去懂得處理一些屬於自己的時間 你沒有了對方之後 好像做什麼都要自己一個做 又好像沒有一個動力 我自己不是怕悶 我反而是怕過一種孤獨的感覺 好像進了一個防空洞 不斷在WhatsApp上面 又或者Instagram上面 去找一些出口跟別人溝通 想別人去回覆我 回覆我WhatsApp 看看這條Reals有多搞笑 那時候是完全不明白 為什麼有些人可以在家裡 不斷地繼續學習 去煮飯 在家裡做瑜伽 對於我來說是完全不可思議的一件事 只是想躺在床上玩電話 連旁邊很漂亮的風景也不想看 我也試過 有些外賣到了門口 我連出去拿東西吃都懶 其實自己一個住 是可以很美好 但如果要悲傷的話 是真的可以倒下來的一種 我剛剛說的所有事 大家都好像從來不是在鏡頭面前 見過這樣的狀態的我 在這三年來 好好地學會和自己相處 努力過什麼 我重新認識過自己的什麼 現在就告訴你 在經歷了這麼多之後 好像照完一張X光 我自己有什麼缺點 我很快地認清了 一開始的確是挺痛苦 到你冷靜了之後 很容易斟酌那些缺點 去改善自己不足的地方 我發現原來自己 沒有人幫我計劃 撿頭撿尾 我都可以自己一個女生 完成一個非洲的旅程 我都可以靠我自己一個一雙手 完成到現在的房子 所有所有事情 從前我可以在這段關係裡 對對方是十分之以來的 做任何可能申請Visa 申請任何的事情 我都叫對方落手落腳做 因為覺得人家好像比我厲害 到最後搞離婚的所有手續 都是自己搞 真是心癢 一開始真的超級辛苦 到你慢慢開始適應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自己的能力值 不斷不斷增加 從前我是一個不太懂得自處的人 一開始我是怎樣去學的 就是我自己由慢慢開始做運動 去找一些真的優質的興趣 不斷不斷放在這裡 我們不斷地尋求我會在的刺激 反而會降低我們 獲得滿足感的能力 即是我慢慢發現自己 找到很多很多新興趣的時候 我發現原來我自己厲害了很多 在這些新的不同的興趣裡 都有新的社交圈子 沒那麼執著在舊的關係裡 很棒 第一次你沒有任何辦公室 然後我請你們來 現在你們帶我來 真的很棒 習慣了跟朋友開口 去表達 其實你搞不定 那時候真的很不開心 跟我聊一下 之後 我跟所有的朋友的關係 都變得更加密切了 到今天 如果我有機會再結多一次婚 我想他們永遠都會是 最重要的位置 因為在我這段時間裡面 給我最多支持的 就是我身邊的一群朋友 在我自己再出來住當中 我也發生過很多不同的事情 例如媽媽過了生 一段時間陪我去媽媽的喪禮 陪我搞定所有生後事的人 都是我身邊的一群朋友 原來真的會忍住 我沒有不捨得她的 我會寧願 將她最健康、開心、頑固的回憶 留在我的印象裡面 如果當時的我因為自尊心 又或者是害羞 又或者是不懂得表達情緒的話 我真的會終身沒有了一群 真的好像家人那樣的朋友關係 久而久之 你自己有識處理部分情緒 慢慢你個人就變得越來越成熟 不要說成不成熟 從前的朋友 忘記了聽你的電話 你就發貼騰 自己不知道做什麼好 但如果現在 朋友忘記了聽我的電話 我就自己做一下運動 自己疏離康復 事情和情緒 當你慢慢開始學會 我剛剛講的東西之後 你就會發現有一件事 就是自己處理情緒 多厲害也好 你知道自己在什麼狀態也好 有一些問題是你永遠如何處理 你都處理不到 在這個時候 要怎樣呢 就是 安安靜靜地等時間過 在這段時候 你除了可以接受之外 真的放慢你自己的腳步 我呢 有時候 什麼都想不到的話 我真的會停下手頭上 所有要做的事情 去沖一個量 就是這樣 洗澡這件事好像很簡單 但是在我們內心裡面 都很可以有一個儀式感 它還有一種注入新的靈感 就是負面情緒的感覺 有很多人都說 洗澡的時候 最有idea 就是這種feel 今次講這個主題的靈感 其實都是來自Beleno 要數回第一次 我收到他們的產品的時候 已經是三四年前了 正正在我自己搬出來住的時候 那時候他們剛剛開始他們的marketing 無論在當年還是今次再次用 對他們的感受度都是很高 特別是今次這個collection 它是把木條和莫里花 兩種很獨特的氣味混在一起 而且是融入得很好 今次收到的product 有洗頭水conditioner 和頭皮滾珠精華 真的無論在心靈上面 還是表層肌肉那裡 都可以令到你很放鬆 好好享受那一刻 在你壓力很大的時候 洗澡是一個可以令到你暫時放慢腳步 在心靈的深處 甚至是去到皮膚的表層 都可以令到你得意舒緩 我自己最深刻感受的就是 每一次壓力大的時候 伴隨著的就會有脫髮問題 而今次他們的collection 主打防脫髮系列 可以幫你加強頭髮的強硬度 減少脫髮的機會 而且他們的酸簡直有經過低敏感度的測試 可以很溫和地幫你修復和護理頭皮 現在越來越多韓國品牌 會引入眉針面膜 眉針 serum Banana他們的product 是第一個洗頭水的brand 將眉針這個成份 放進頭皮精華裡面 可以快速地幫頭皮吸收到他們的養分 如果你跟我一樣 經常有漂染頭髮 又或者是否夠因為壓力大的問題 會有少少脫髮情況出現的觀眾 你都可以留意一下他們的collection 現在自己都出來住差不多三年了 自己最學到的就是 獨居其實是把專注力重新放回自己 當中每個人都會遇到不同的困難 又或者是大家面對的情緒壓抑 未必跟我一樣 但我都很肯定每一個困難 對於你自己來說 都是一個重新學習的機會 甚至是重新再去認識自己一個的方法 在不斷尋找自己 又或者重新適應不同生活習慣的過程裡面 你都會遇到很多孤單、迷惘的時候 但我相信我就是一個人版 用了三年的時間去告訴你 無論多辛苦都好 一切都是值得的